先生大館 攝影師郊 相� home major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Gal體 過去幾年呢 我都有來CostCube發表一些講題 過去的這些講題 如果拿寫作文當作一個比喻的話 過去的講題都比較偏向繼續文 這一次想要嘗試的是一個議論文 我這一次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講題叫做 人能寫程式是可能的嗎 那時候在投稿的時候 因為想法比較倉促 所以就不小心就跑出來一個大陸槍 請大家了解就好 那這一次我的這場演講的大概的流程會是這樣子 首先是討論一下說為什麼要講這個講題 那再來是我會對講題的一些元素來做一些定義 然後繼續接下來就是來思考說 這個事情是不是真的可能 那我會用一個我提出來的一個方式 然後來去對這個可能性做一些檢驗 然後再來是把之前有講過一些題目啊 或是說現在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那來當作一些例子來去驗證這個寫程式是不是每個人寫程式這件事是不是有可能的 然後最後是QA的時間 好 那我們從回頭來看一些 就是現在比較大家會比較了解的事情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資訊時代 那從95年左右開始這個Internet 開始進入了比較家家戶戶 那從PC一直發展 開始加入了那個筆電 筆電 筆電以後大家就可以拿著這個電腦到處走 那最近呢則是 最近幾年則是多了更多的Smartphone或是Pad 那讓大家不只是可以帶著走 而是隨時隨身都可以去接入網路 那在這個從PC到這個Smartphone這樣的路程中呢 就是從我們這個網路設備 我們的電腦設備 從最簡單的這個Computing Power Storage RAM或是說網路3G 3G網路那個Wi-Fi的網路 這些無線接取的方式都是透過這些的合力 讓我們現在要去連接網路這件事 或是說讓我們能隨時隨地使用設備 能去操作我們想要使用的服務 來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這件事已經變得越來越容易了 那這些改進呢 讓我們人跟這個設備的 就是跟這些電子設備的距離越來越近 那同時呢也發展 就是也發出了這個更多的設備需求 我們現在每個人手上可能都有3到5個設備 那前幾個月去這個Jonesign的時候 他們Google TV的這個開發者 他們有Marketing的那個Survey 他說擁有Google TV的這些人呢 他平均家裡會有7個就是一家會有7個這個可以上網的device 那這是還蠻可怕的事情 那除了在我們這個人跟設備之間呢 就除了更多的設備之外 我們也更常去使用它 像以前還沒有個人電腦的時代 我們要去寫一個程式 我們必須先把整個邏輯想好 那去跟這個大學的這個學院排時間 然後選到我們固定的時間 才可以把我們的這個程式放到上面去跑 那跑錯了怎麼辦 那好 再去約一個時間 然後改天再來跑 那現在甚至在Pair上 甚至都可以直接Programming 那遠端就Deploy 那直接就把這個程式不停地去修改改進 已經是完全不同的這個使用的形式了 那再來是我們這些寫出來的應用程式呢 透過這個Android Marketer或是App Store 我們也更容易取得所有其他Developer 或是其他的開發者所做出來的這些應用程式或是服務 那這樣子這幾種合力下來的結果 就是我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會更去需要說透過使用其他人所做的這個Library 使用其他人做Open的這些Stack或是Share的Code 來去完成我們想做的事情 而且也更容易地去做到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人跟設備的這個關係 因為人跟設備從過去可能幾天之內才能有一個交流 到現在你隨時隨地拿出來 拿起來一個Smartphone 你就可以開始跟設備交流 這已經是整個人跟整個Iteration的距離 已經越來越近了 那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事情就是說 在滿足了大眾的需求之後 還有一些更個人化的需求 像是說我要去蒐集一些survey的東西 像我過兩天我要和同學吃飯這件事情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透過Social Network或什麼方式 來去達到這樣的目標 那還有一些更個人化的需求 那並不是說你透過一般 一般一般看得到的服務就可以滿足了 那需要在這個現代這個世代要達成個人化的需求的話 那勢必就有這個想要編成的這種可能性 那當我們發現設備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同樣這個使用者的base就已經長得現在很可怕 就是像iPad現在每年都可以賣個一兩千萬台 那這這麼多廣大的使用者就有機會把這些使用者 是某個程度有機會會變成這個實際上的開發者 那我們就再回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可能使用者到開發者可能會有某一個程度的轉化比例 可是再怎麼轉化 那前研一壓或是說什麼佛里曼之類的 他們都會說有一個專有名詞叫Bill Geist的year 就是說在微軟創始的年份1984年來去區分所謂的資訊時代 跟這個工業時代的區分 那我們目前在這邊的這些我們的聽眾呢 可以說我們是資訊時代第一個時代 那在比我們這個年紀區間再高一點的 通常就還是說他們還是工業時代的人 那我們再年輕一點的呢 年輕的這些人就是在原生的這個資訊時代的人 那他們和我們這個第一代的人還是會有些距離 像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這個YouTube上 有看過一個兩歲的小娃娃 那她看到這個報紙的時候 她就兩隻手開始這樣縮放縮放 想要把這個用iPad的使用習慣 用到實際的這個報紙上面 那這是原生的這個資訊時代 跟我們這個第一代人的這個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除了上面看到這個很像的這個年齡的這個區別之外呢 我們目前在這邊的聽眾跟所謂的大眾 還是就算在同樣的年齡段還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看到聽眾跟大眾之間我們有一個東西叫數位落差 那所謂今天想要表達的一個想要講這個講題的一個原因呢 也就是想說是不是我們可以去處理這個數位落差這件事情 那我們看看就從 從資訊世代這個開始之後呢 我們在這幾十年間我們有 不只是單純的就是永遠停在這個世代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之間我們還會發現這個整個資訊世代其實是一直在進步的 那從早期我們只是可以連上網 那前一陣子前幾年我們可以上Facebook上社交網路 那現在透過這個Mobile行動網路呢 我們隨時隨地都接在網路上 那不管是最近出現的Google Now或是Siri 那他們把這個網路已經引入了實際的生活之中 你的生活網路其實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那這個我們的網頁或是說這些的改變 是不是也會去反過來影響到我們寫程式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看到過去2000年的時候我們寫程式 跟現在2012年寫程式其實有很大的不一樣 那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呢 就是2000年左右的時候我們寫程式可能有一個目標在那邊 那我們要從頭開始把它刻起來 全程把整個程式刻起來 那我們現在2012年要 當我們接到一個目標的時候 我們想的可能是說這個OS我們要都ubuntu 然後上面要跑什麼樣的open source library或shared library 我們要跑什麼darnet framework或是什麼樣Azure的backend 我們去用現成的shared code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在這個把這些兜起來之後呢 在我們在上面加上我們自己的這個value add的這個code 那這是現在寫程式的方式 那除了寫程式的方式之外 那除了寫程式的方式之外 我們怎麼去寫程式這件事情也一直在改變 那就是說過去我們可能要去比較高級的可能去查一下MSDN 或者說旁邊放一本最大的什麼應用程式開發蠟權 那現在呢 現在大家可能就直接上網查這個user manual 或者說直接上stack of the flow 去看看人家怎麼解決這些我們碰到的難題 那如果說希望說所有的人都可以寫程式的話呢 那我們要解決的一個部分是數位落差 可是數位落差這件事情其實是這個各種原因所造成的結果 那我們並不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而是應該找出為什麼會造成數位落差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因為像當iPad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新聞就是說 90歲的這個老母親他也可以使用iPad很順利的去上網 那可見有些事情並不是說 我們所假定的這個數位落差這件事情 其實也許並不是我們原本想的這些問題 那因為我們這個人能編成這件事情呢 實在是太就是聽起來太天放夜談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來先腦筋急轉彎一下 換位去思考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那第一個我想問大家是說 那第一個我想問大家是說 人家下廚是可能的嗎 我們有可能去做一個玉米的這個一個晚餐 就算你是5歲10歲80歲 都有可能去做一個晚餐嗎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事情還蠻困難的 那可是我等一下提出來的解決方法 可能跟大家想像的不一樣 那其實這件事情是很簡單的 你只要找7-11或什麼 其實是非常容易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去下廚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個例子 那另外一個例子呢 是人能設計建築是可能的嗎 那建築要牽扯到好多工人 好多建築師要好多的材料 那這些事情建一個這樣的建築是可能的嗎 那其實事情也沒有大家想的這麼困難 那你只要家裡有樂高 大家也有機會去做出來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回過頭來想想看 就是說我們現在大家所定義的寫程式這件事情 是不是對一般的人來說 是不是它就像是樂高跟實際的廟宇這樣的差別 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 像就是讓大家可以用像堆樂高這樣的方式 來去做一般最簡單的寫程式的工作 那最後他們可能會有真的有興趣的人 才是最後實際來去做這個建築這個 實際建築的這樣的工作 那這是有可能嗎 那我們再來重新定義這個寫程式這件事情 那其實在沒有太久之前 在我們前一個時代 前一個世代 在1940、50年代他們寫程式的方式 跟我們現在完全不一樣 跟我們現在完全不一樣 這邊有沒有人看過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喔 這一個人 那 OK 那這個東西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叫做打孔卡 那打孔卡它的用途呢 是最早的用途是拿來記錄資料 那它上面有0、0、1、2、3、4、5、6、7、8、9 那它這個打不同的孔呢 可以代表記錄不同的資訊 那你第一代要寫程式的時候 那時候可能還是組合語言 或是更早之前的語言 那時候要寫程式呢 就是你要打那些什麼PUP之類的 那個語句 它其實都是所謂像OP code之類的東西 那你就透過這樣打這個數字 把這個數字像是 以前用2B鉛筆寫考卷一樣 就把那一張一張放到這個讀卡機裡面 然後它讀進去以後 它就是電腦 那時候的計算機 就會幫你把這個結果run出來 那這是第一代 比較早期的寫程式的方法 那大家看到這個方法和現在完全不一樣 那在寫程式呢 大概6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有組合語言 然後70年代開始就C之類的 這個大家現在可能還看得到的語言 80年代90年代就開始有這個Java Python還有Ruby 這些大家常用的語言 那在90年代之後呢 這些我們大家常用的語言 它大部分都有所謂的 物件導向的寫作方式 那現在2000年之後呢 大家開始紛紛支援Unicode 然後開始支援所謂Web Programming之類的功能 那現在更新的這個一些研究 一些這個早期的這個寫程式的方法呢 又不太一樣了 和大家現在看到的這個又不太一樣了 那這是微軟出的 微軟出在Android上的一套工具 叫做OnX 那它的這個作用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可以把一些 我們大家常用的這個功能串在一起 像是最上面的他說 Remind me of my first appointment tomorrow when I unlock my phone 然後在什麼時間點 那這個組合各種的這個元素 來去做到一件事情 那這是不是某種程度是所謂的寫程式呢 那我們再回來看這個寫程式的元素 寫程式的元素呢 第一個就是要一個程式工程師或是一般人 他編寫了一套這個敘述的程式 那這個程式呢 我們透過一些編譯器或是一些工具 那我們把它轉換成機器能讀的指令 那我們把這個指令放到我們的設備上 那這個設備會透過這些指令 來去做一些事情 那這是一個完整寫程式的流程 那我們把這些流程在當作一個判斷的標 就是判斷它是不是變得更容易用的標準 那我的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有人、程式、指令、設備 指令大家可以把它理解說 像編譯器或是之類的東西 它還是幫助你把這個機器的指令 弄出來的這個區塊 那我們看這四個元素之間的兼具 就是說我們剛才最早有看到一個維度 叫做人跟設備的維度 那從PC到那個Smartphone 那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個人跟設備之間 這個維度來說 它的距離已經越來越近了 那我講人人能編程是不是可能 這個問題就會回到說 是不是我這六個維度 如果有辦法把這六個維度變得越來越近 那我人人寫程式這件事情 就變得越來越可能 那我拿一些 我過去在Cost Club這邊活動 就是講過一些講題 來去驗證這個維度這件事情 那在09年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次來Cost Club講 那講的是叫周莽 那所謂周莽就是 你可以用中文去寫Python的程式 那時候大家看 它其實跟Python程式幾乎一樣 那它就是一個轉換工具 那它能解決的問題就是 台灣人或是大陸人 它可以更容易地用自己熟悉的語言去寫程式 那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在某些狀況下是有意義的 像是說如果你是寫一個遊戲的腳本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現在有一套叫Rampy 那你用它的腳本 你就可以改透過周莽 你就可以直接用中文去寫它的腳本 那寫出來的東西就直接轉換回去 那就是一個KPOP的遊戲的開發工具 那可是這個如果用剛才提出來的這個方式來去檢驗的話 那它能處理到的維度就是只有人跟程式之間的維度 那在100年的時候介紹了一套叫做Android的Scripting Layer 那它的功能就是在Android上你可以直接在這個機器上 直接在手機或是在平板上透過這個工具來寫程式 那它能幫助你的能幫助我們的就是說 我可以直接在一個實際的設備上 我可以直接隨時去寫程式 那我可以直接在這個機器上去編譯這個程式 直接得到執行的結果 那它所關聯的這個元素就更多了 那去年的時候呢 我們在這個Android 在這個CostCop BOF上就辦了一個活動 叫APP Inventor 的 Hexone 那APP Inventor 是之前Google開發的一套 這個拖拉放的Android開發工具 那那一次活動上有些人 有幾位朋友他們在原本完全不懂得寫程式 那透過這樣的工具 他們就在當天他甚至開發出來了 一個台灣夜市的程式 還有一個大字報的程式 讓我們那時候非常的鼓舞 那今年想要介紹的是這套叫做Blocky的這個 引用一套Web的開發程式 一套工具 那它的特色就是說 我可以用類似拖拉的方式 直接在Web上看到這樣的視覺化 看到這些拼裝的結果 那目前看這個程式跟中網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但是它的特別的地方是 你只要開一個網頁出來 你就可以在上面跑 那甚至在上面你可以 寫好了之後你可以直接轉化成JavaScript 轉化成Python 等程式語言 那可以把這些結果存下來 或是拿來再去兜一些JavaScript的Library 像Possessing之類的去做各種事情 那在這些比較近期的這些walk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在這些元素都已經慢慢的越來越具備了 那它的益用性也是完全有了很多的改進 那我們再看一下就是 在人人寫程式這件事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說要如何去協助大家去人人寫程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工具 或是一些網路上的服務 它開始慢慢去著重了這部分 那這個CodeAcademy是一套網路上的學習的網站 那它左邊是學習的文字 右邊是直接你可以在上面寫程式 然後按下Run它就直接Evaluate你跑的結果 那這是一個方向 那前幾天呢 柯涵這個另外一家網路公司 他們發布了另外一套叫做CS的這個工具 那這個是開發的領導人是John Ressick 就是JQuery的Creator 那它的特點呢是叫 它使用了一套叫做Responsive的Coding Environment 就是當你每 直接在寫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執行的結果 那像是可以看到這邊 當你在選擇顏色的時候 它就直接跳出來顏色色盤讓你去選 那選擇了以後右邊的這個對應的顏色 它就直接去 直接就會修改 那我們看到 這個之前 剛才的這些驗證方式呢 我們也可以感覺到這些元素的間距呢 就是造成我們數位落差的一些因素 那如果我們能最大限度的把這些複雜的地方收斂下來 那我們去透過讓這些工具 讓這些維度更短 那我們是不是有機會得到這個人能編成的這個目標呢 那最後就是希望有機會的人都有都是有編成的希望 好 那主要的演講大概就到這邊 那想請問一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其實我只是主要想分享一點想法 因為我從去年 大概寒假期間的時候 就因為演員忌會 然後有辦法參加一個營隊 然後帶一些小朋友 那時候我使用Scratch 去帶一些小朋友做一些有趣的小城市這樣子 那那群小朋友的年齡層 大概是國小三年級到國中一二年級 然後大概有辦法 就是連國小三年級的小朋友都有辦法 就是上手 然後可以開始做一些簡單的互動這樣子 那大概小四小五 大概小學五年級以上的小朋友 就可以做出算是有一些複雜邏輯的東西了 對啊 那但是後來Scratch的後續發展 似乎不是很看好的 那也是很希望看到像Blocky Blocky或者是AppInventor交給MIT那邊之後 可能看有沒有更好的發展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那在剛才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在開發Blocky的時候 也有看到有些人來分享 就是他在比較低年級的使用方式 那最誇張的是有人拿給這個大班的學生 幼稚園大班的學生 然後去跑一個東西叫做 他有一個放了一個小遊戲叫Mass 那就是那這是實際的跑的這個畫面 你看這邊有一個小遊戲就是你可以操作這個Google的這個Map的人偶 然後去走到最後的座標 那偷章的小遊戲有些比較年齡低的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感性 就是對寫這個小程式會有感興趣 好 那還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最近看到是因為他可以就是你寫完這個Blocky的code之後呢 你可以自己去Customize它的這個Generator它輸出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去把它兜成一些特定用途的產生器 像說之前有人在把它拿來跟這個Possessing 或是所謂D3之類的結合 那他就可以拿來開發一些Web的動畫 或是這樣的視覺化的結果 好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來聽我的演講 謝謝大家